11月2日,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我国首作27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也是目前全球容量最大的天然气储罐在中国石化青岛LNG接手站正式投用。 该储罐将新增储气能力1.65亿立方米,可满足216万户家庭供暖季5个月的用气需求,将大幅提升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 该储罐直径达100.6米,高55米,罐内空间可停放一架国产C919大型客机,属超大型LNG储罐。 建设团队自主研发了27万立方米全容式LNG储罐成套技术,采用17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仅用时18个月就全部完成储罐主体结构,是我国有一新的历史突破。 那么这个大罐头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产生什么影响呢? 天然气作为最清洁低碳的化石能源,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及未来较长时间内仍将保持稳步增长。 天然气灵活高效的特性还可支撑与多种能源协同发展,在碳达峰乃至碳中和阶段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2022年,全球天然气剩余碳明储量为211万亿立方米,我国以碳明天然气储量约8.4万亿立方米,世界排名第八。 受供应紧张和俄罗斯乌克兰地缘因素影响,国际油价近期涨势强劲,天然气自然就成为了香波波。 我国是天然气消费大国,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3663亿立方米。 这么多的天然气,主要用在了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发电燃料和化工行业等几个领域,前两者是大头,分别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天然气分布布均,如何将其运输到各个省份,是个大工程。 为此,中国建设了遍及国土的天然气主干官网。 截至去年,我国天然气管道总里程近12万公里,当年新增超3000公里。 国内的运输是解决了。 但是,如何将大量的天然气从海外运回国内,以及储存也是一大难题。 这个时候,就需要LNG了。 LNG是液化天然气Liquid Natural Gas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指的是天然气经压缩,冷却至0.0下161.5摄氏度后的液化产物。 简单来说,就是将天然气液化后再转运、储存。 管道运输固然重要,但机动性较差,跨国跨州建设难度大,还有被炸的风险。 相对而言,天然气液化后,体积能压缩到同质量天然气的六百分之一,尤其是和跨大洲的海运运输量大。 成本很低,储存也很方便。 液化后的天然气不易被引燃,不易爆炸,长压下超低温储存,安全性大大提高。 与压缩天然气相比,LNG燃烧更充分,有利于节能,还能减少70%以上的尾气排放,环保优势明显。 可以说,LNG技术为天然气的普及利用立下了汗马功劳。 要想把LNG存起来,需要造一个大罐头。 这个大罐头,技术门槛有点高。 天然气液化后,必须使环境保持在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时候才可以进行运输。 几乎任何材料在低温下都会丧失韧性,便脆后难以耐受冲击。 这就要求LNG冠体材料必须具有比较高的耐低温性能。 为了保证密闭性,冠体材料几乎不能存在热胀冷缩,做到严丝合缝。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传播构造和设备规则, 能用来建造LNG相关设备的材料。 无外乎四种铝合金钢、奥氏体不锈钢、奥氏体铁、镍合金钢和镍含量9%的合金镍钢、酒镍钢。 相比于前三种材料,酒镍钢因安全性更高,广泛使用在国际低温设备领域。 安全性高,是因为酒镍钢作为一种低碳质钢, 酒镍钢,主要成分包括镍、铁、铁、硅、硅、蒙、木、碳、铝等元素,其中镍含量达到9%。 特殊的分子结构,赋予这种钢材极高的强度、韧性和焊接性能,尤其在低温,这种钢材抗冲击的韧性非常强。 与奥氏体不锈钢相比,酒镍钢的热胀系数更小,使用温度最低可达零下196摄氏度。 酒镍钢最先由美国国纪镍公司发明,1952年第一台酒镍钢储罐在美国投入使用。 我国在1980年从法国引进7台酒镍钢球罐开始接触LNG设备。 2004年,我国通过合资的方式尝试建立酒镍钢球罐项目,广东大鹏接收站上马, 每台容积16万立方米,号称远东之最。 到今年9月7日,这座接收站累计进口量突破1亿吨。 要建设自主的LNG项目,首先要突破材料瓶颈。 2008年前,我国的酒镍钢长期依赖进口。 为了打破依赖,加速我国LNG工业的发展, 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支持下,太原钢铁公司、安山钢铁公司、南京钢铁公司、宝山钢铁公司、五阳钢铁公司, 江阴星成特种钢铁等国内几家钢铁企业先后研发出国产低温酒镍钢,逐步实现了国产替代。 尤其是南京钢铁公司,在超低温镍锡钢的研发虽不是最早, 但研发成功后发展速度最快。 从2007年成立酒镍钢项目组到2021年, 齐镍锡钢就突破20万吨总产量。 今年10月,总产量突破30万吨,完成交付的储罐达到100个。 材料难题被克服,下一步是功课安装技术。 有了国产材料,焊接技术的研究就地开展,在2011年取得突破。 大型储罐的内罐B板气压升顶作业技术, 则在2017年实现完全自主。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完成我国首个完全自主设计, 建造的16万方大型LNG储罐,天津滨海新区LNG替代工程。 仅升顶作业就用到五项中国独有的专利技术。 气压升顶作业,要将重达几百吨的储罐穹顶结构 从地面用气压顶到罐体顶部。 穹顶升至预定位置后,在保持罐内压力的情况下, 施工人员将其与罐B顶端焊接最终完成升顶。 这是LNG储罐项目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工程节点, 升顶成功意味着储罐主体结构基本完成。 除了升顶作业, 加层填充技术也是中国突破的LNG大型储罐安装技术之一。 小型LNG储罐可以像真空保温杯那样通过内外两层抽真空来绝热。 大型LNG储罐罐体太大,没办法出真空,只能采用正压堆积绝热。 把绝热材料堆积在内外罐之间的夹层中, 夹层通干燥氮气通常绝热层较厚。 现在主流的大型LNG储罐内外罐壁间距在一米以上, 保冷结构也有多层。 紧挨内罐壁外侧的为30厘米厚的四层弹性粘, 剩余环形空间在填充珍珠盐。 弹性粘与珍珠盐之间使用玻璃纤维不隔离。 弹性粘的材料很特殊, 既要具有优异的弹力回弹稳定, 不易变形,坍塌, 又要具有优异的保温性能, 维持冠体低温, 还需要具有防腐蚀性能, 能够有效抵御海风与海水水器的侵蚀。 现在,弹性粘也已经全面实现国产化。 随着各类技术的不断突破, 我国的LNG大型储贯已经达到95%的国产化率。 95%的国产化率就意味着还有5%上代功课。 其中就有低温阀门中的关键部件。 LNG低温阀门是与LNG相关的一类特殊阀门, 应用于LNG的生产、 介绍站、运输装置、 企划站等环节。 目前我国在低端阀门领域已经基本实现了国产化, 但是受行业整体发展水平限制。 目前国内控制阀产品和知名品牌进口产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主要表现在密封性、 外观设计、 使用寿命、 电动装置和气动装置技术水平方面。 但是相比于数十年来, 经过实践检验其安全性的国外阀门而言, 依然需要给市场一个比较长的接受时间。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超越国外品牌阀门而言, 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 基于国家能源结构调整需求, 在1999年我国就启动了LNG运输项目, 并在2008年成功交付互东中华建造的国内首艘LNG运输船大鹏号。 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终于被我们拿下, 成功实现赶超韩国LNG运输船。 这些都对我国能源安全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更需要解决的是开采量问题。 我国是天然气消费大国, 目前可以实现60%的天然气自给自足, 但是还有40%仍旧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 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巨变, 到时候我国将没有足够的天然气储备。 这一点, 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国家天然气不足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我国在进口的这40%天然气, 俄罗斯占据了最大的份额, 约为1000亿立方米, 占据了大约70%的比重。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不得不思考能源安全问题。 在天然气的进口依赖中,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多元化能源供应, 提高能源效率, 加强能源安全等措施, 实现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造这个大的天然气储罐的原因, 道理其实和粮食一样。 为了储存天然气, 我国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 另外, 多元化能源供应是解决天然气进口依赖的重要途径。 除了天然气外, 我国还有丰富的煤炭、 石油等传统能源资源。 同时, 我们还应积极开发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中国天然气的进口依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解决。 实现能源安全, 需要我们采取多元化的策略, 包括多元化能源供应, 提高能源效率, 以及加强能源安全等措施。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我国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为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利保障。